在叙利亚内战之前 续军拥有大量的素质BMP2步兵战车 但一方面 叙利亚经济落后 缺乏足够军费使得大批装甲车辆 因为保养不够而无法使用 另一方面 在叙利亚内战前期 防护有限的BMP1步兵战车大量损失 导致现在的续军步兵缺乏足够的装甲车辆使用 在机动的时候只能依靠卡车 俄军还在不断将叙利亚大量运送武器弹药 叙利亚政府军的高强度消耗 如果没有俄罗斯在背后的强力支持 其战场优势将被迅速终结 在近期曝光的图片中 俄罗斯运往叙利亚的军火中 除了大量的弹药 还有不少的新型BTR-82A轮式装甲车 BTR-82A是目前俄军 现役的BTR-80装甲车的升级版本 换装了马力更大的发动机和高强度轮胎 来适应新增加的重量 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强了火力 将原来的14.5毫米机枪换装 为2A72是30毫米机关炮 后者是BMP三部兵战车的副炮 新的火控系统让其具备了行舰中开火的能力 不过 BTR-82A仅仅升级了火力 依然保留了大量BTR-80的特征 除了装甲薄弱之外 就是其发动机后制的布局 使得载原舱舱门只能开在车体侧面 在遇到攻击的时候 步兵下车容易遭到打击 总体上说 相比西方和中国等国的现役轮式装甲车 其性能落后一大截 俄军准备在未来用新的回旋标 替代现役的各类BTR系列轮式装甲车 助续俄军在一开始就装备精良 这些新运来的BTR-82A装甲车 很可能交付给旭军 不过 BTR-82A基本还是一款轮式装甲输送车 防护更强的步兵战车 在城市战中同样很脆弱 在战斗中 其所搭载的步兵都是下车作战 同时为装甲车指示打击目标 所谓的步兵乘车作战根本不切实际 不仅大大影响了其观察能力 而且一旦被火箭弹之类击中 一次会损失多人 越战中北越游击队就经常用机枪乱扫一通 将美军步兵赶进M113装甲车后 再来一发火箭弹 这些新移交的BTR-82A轮式装甲车 很可能是用于组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在叙利亚 由于道路条件和缺乏油料的问题 续军重装备 包括坦克和步兵战车 在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场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使用重型拖车运输 以节省油料和履带式车辆的机械寿命 续军如果获得这些新的BTR-82A装甲车 将大大加强其机动能力 当然是一支规模不大的精锐部队 毕竟这里车辆有限 明显优优独播副优独播剧场——Гат 融通 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